第三三題 工廠將煉製出來的鐵使用不同處理程序 製造出以下三種不同種類的鐵 X 含碳量最高 質地硬而萃的鐵 Y 含碳量最低 附延性與斬性的鐵 Z 適合斷接與鑄造 硬度之中的鐵 則下列選項中 何者最有可能為XYZ 這是我們上課教過 我們從高爐裡面剛煉出來的鐵 含碳量最多 然後質地比較硬 但是比較脆 所以適合鑄造 就稱為鑄鐵 這是所謂的升鐵 然後如果把碳盡量的拿掉 使它接近純鐵 它就會富有延展性 這時候適合斷造斷接 然後就稱之為斷鐵 這叫做手鐵 而鋼的含碳量借在升鐵跟手鐵之間 所謂的含碳量比較適中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這裡面迅速的X就是所謂的升鐵 那麼Y就是所謂的守鐵 那麼Z就是所謂的鋼 所以我們第33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選項中 何者最有可能為XYZ 我們答案選的是C 升鐵 守鐵 鋼 G D